我们先看看 今天是20 基本上圣诞过了以后 就是新年了 对吧 元旦 元旦过了以后 咱们中国人就要赢新年了 赢完新年咱们要开两会了 咱们一连串的好事 但是过完圣诞节以后 咱们看看元旦 元旦现在英国的Economist 经济学人的周刊 前几天我不是跟他说了吗 他出了一个双周刊 叫Christmas Double Issue 里面讲到2019年 它有很多风险 一个经济风吹得不好 另外一个市场 也有很多风险 最近你看美股大跌各方面 另外一个对西方的民主来说 经历一个重大的考验 这几天英国还有一份报纸 FT 它的金融时报 包括明天 明后天 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的 美国的Falling Affairs 外交这个杂志也说 Is democracy dying 西方民主是不是正在死亡 还有就是明年3月29号 英国到底拖还是不拖 全拖还是半拖 裸拖还是不拖 这都是一个问题 所有的这些问题 归根结底 就是明年的一个风险问题 所以这个经济巡传的杂志 继续写到 明年经济上的这个麻烦 是首当其冲的 首当其冲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最主要还是在债务上的问题 尤其是新兴经济体 我知道2018年 这个整个的世界 从阿根廷开始 到了智利 到了俄罗斯 到了其他国家 新兴经济体 后来幸亏 还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但是债务问题 显然是2019年 大家挥之不去的一个问题 当然他也注意到 著名的贸易摩擦 希望未来90天 能够峰会路转 CN今天 今天的头版头条 就是这样说的 它说more populism 西方的民粹 还有西方越来越多的分裂 分裂 还有它的越来越多的 政治上的不稳定 欧洲的杂志 奥地利的国的财统 它说所有的这些 明年的脱欧 还有欧洲议会选举 还有许多国家的欧洲 等等领导人 会不会卸任 欧洲到底走向哪里 好了 下面我跟大家说一说 2019年 虽然我们现在看看 好像各方面风险 风险平平 但是希望还是在 有什么风险呢 最主要是三大风险 一个是经济风险 一个是欧洲 西方的民粹风险 另外还有在 新兴崛起国家之间 和传统的国家之间的 地缘战略冲突 首先经济上呢 除了经济机构调整之外 最主要的是 经济危机的阴影 始终是存在 17 18 2年 我们非常担心 世界出现一个像 1987年 1997年 2008年那样的 世界经济危机 所幸有惊无险 虽然2018年 出现了新兴经济体的 市场危机 但是这个债务问题 确实是全世界 现在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所以2019年 大家要高度 依然要高度关注金融风险 第二 这个世界上 还是最大的国家领导人 特朗普 还将惹出多少麻烦 到目前为止 他已经惹了不少麻烦了 我看所有的美国的 草坑阶层 可能都会喜欢他 精英阶层都很烦他 关键问题 他自己还想惹出多少麻烦 给世界惹多少麻烦 他还要给自己惹上 多少麻烦 他现在无论是通俄门 还是燕西门 就惹得一生的麻烦了 明年上半年 民主党会不会弹劾他 明年他还会给世界 造成多大的一个麻烦 第二个呢 这个欧洲 我的一个直觉 我现在没有 现在只能用直觉说 我认为欧洲明年 可能会出些事情 无论是英国的脱 到底半脱还是全脱 对不对 然后还有法国 你看今年的黄培星运动 包括东欧等等这些国家 其实欧洲的民粹主义 我们不可小觑 当所有的亮边道质变 这个巨煞成塔的时候 其实这片大陆 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当然在地缘冲突方面 现在到底是中东 还是中美 中东呢 坦率地讲 这是传统的地缘战略的冲突 对不对 这个今年卡苏奇这个事件 包括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 今天这个BBC 和这个其他的西方主流媒体 还有一篇报道是说 这个美国卖武器给沙特 这是在卡苏奇的问题上 美国老实说没有体验出 它的道德正义感 现在沙特的武器已经到了野门 换句话说 美国卖给沙特的武器 用来在野门杀人 换句话说 美国间接已经在野门杀人了 那么关键问题还有 除了中东之外 中美的地缘战略冲突 一个当然是中美未来 90天的这个贸易谈判 到底会不会有一个阶段性的回合 第二呢 中美的未来地缘战略冲突 一定会持续下去 但是我们能不能予以比较好的掌控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像以前有一个名人所说的 梦想还是要有的 外衣实现